基隆中原祭典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胡纸做成的各式水灯头 为了让民众了解胡纸这项传统工艺 基隆市文化局特别在黄蜡石文化馆策划胡纸美学印象展 邀请林天丁、李清荣、吴登星艺师 展出了诗头、神像、灯笼等胡纸作品 吸引不少民众到场欣赏 因为小时候就在基隆长大 对基隆中原祭是比过年还要重要的事情 小时候也会跟着家人一起带着纸箱铺的路边 一起看着中原祭的游行 很期待看车上很绚丽很漂亮的水灯头经过 就很想要凑近的看 因为自己本身对手工艺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很有兴趣 也因为这次李清荣老师有来这边参展 还有其他艺师有来参展 对这些手工艺东西有兴趣 所以想说来这边看看 那我们也会打造更多更好的环境 来给我们所有爱好艺术文化跟亲子娱乐的朋友 来跟大家共享 让大家在基隆工作生活念书之余 都能够在我们基隆这个家里面感受到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今年这个展的主题是古爪纸糊类的一个介绍 那为什么会做纸糊类 其实是跟我们基隆中原祭有很紧密的关系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些纸糊类的作品 然后还有的就是叫点时期要使用的这些叫点的器物 包含了四大元帅跟三神土地 还有大士爷等等的 这些都是透过纸扎的一个技术把它形成的 那这个是今年设定纸糊的一个目标 就是一样是要跟基隆中学做连结 那我们的主题定做记忆记忆记忆当然很敖口 其实它源自我们基隆的169年的祭典里面 它的一个百年的记忆 然后还有我们这些作品里面赋予了 这是我们对于这些先人或者是这些好兄弟们的一个关怀 所以是记上我们的心意 再来这记忆指的是这个工艺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古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 就是它的技术怎么样的去保存跟推广 好 那我们这一次因为跟这些议师的关系 所以我们邀请了李清荣老师来担任 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展览的一个议师 然后还有林天丁老师两位 纸扎的东西它本身它的包含性相当广阔 无论任何材料它都有办法衔接上去 平常你讲承接的问题的话相当困扫我们这一代 不能像以师父教徒弟的心态来讲 要以老师教带学生的心态来讲 由学生发问题 老师我就帮你解决问题 对于文化局的用心结合基隆中原记 让民众有机会认识胡纸公益 获得各界的肯定 我们这个艺术是达到城市美感的工程 所以我想保存传统的记忆 才不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基隆人 忘记我们基隆人自己是谁 那基隆中原记长期在大家的推动努力之下 已经有这个一百多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传统 那身为基隆人 我们对这个基点是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这个是传统的艺术部分的纸糊 过去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鬼神 所以让人家避而远之 那传统的纸糊艺术其实是饱含对人的精神 对世界的敬畏与尊重 是传统道德的展现 那要谢谢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的局长 不断的在这一切的能够运用的场域上面 不管大还是小尽量的丰富我们里面的内容 让我们在地特别是暖暖的游戏 今天很多别地别地别地区的区长 都到现场了这是暖暖的光荣 我想黄纳石博物馆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基隆扮演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角色 那这一次我想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当初剪纸的传统的技法以及新的技法在这边交流 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艺术活动在这边进行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艺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过去先人的生活的许多的想象 这次胡纸美学印象展不但让民众有机会深入了解胡纸之美 也让更多人重视到传统工艺面临的困境与传承 展览期间即日起展出到9月30号 欢迎对传统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道